课堂上播放的是原子弹爆炸的画面 孩子们已经被吓哭 而这是冷战时期美丽国的真实场景 两个超级大国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比如这个男人看起来他是个画家 实际上他是个间谍 苗里也四下无人 他偷偷从长凳底下抠下来一枚硬币 回到住处用刀片撬开他就得到了加密信息 男人还在用放大设备读取秘密 殊不知中情局的特工已经杀到楼下 等他们破门而入 这个叫阿贝尔的男人 已经伪装成落魄的中年人 甚至还在他们面前偷偷销毁掉情报 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所有人都明白 阿贝尔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间谍 他将被审判 但碍于面子 他们还必须走个过场 阿贝尔需要律师 那干脆就给他找个最好的 这还能显示出自己国家的大度 著名律师多诺迫于上头的压力 接下了这个案子 但他与家人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他们被骂成试图释放卖国贼的人 看着坐在对面的阿贝尔 多诺知道他哪里是什么卖国贼 阿贝尔本身就是个苏联人啊 他宁愿被判死刑 也绝不出卖自己的国家 这让多诺由衷敬佩 虽然两人立场不同 身份不同 但多诺认为 每个人都有被辩护的权利 他将竭尽所能 帮助阿贝尔摆脱死刑 不过普通民众们可不这么认为 多诺为敌人辩护的事 登上了报纸头条 他坐在车厢里 感受到一双双愤怒的眼睛 正盯着自己 其实多诺何尝不是进退两难 所有人都希望阿贝尔被判死刑 甚至连法官和陪审团 都穿一条裤子 如果自己执意 履行一名律师的职责 那必将会遭到全国人的唾弃 在最后一次庭审前 多诺去到法官家里 要求他给阿贝尔提供人权平等 法官大跌眼镜 一个敌国的间谍 怎么可能受到一场公平的审判呢 但多诺有他的理由 如果我们的特工被敌人抓住 那阿贝尔会不会成为一个交换的筹码 法官听话若有所思 他们都想不到 多诺的话居然将要成真 侦察机飞在两万米的高空 飞行员正惬意地启动侦察设备 突然 两枚导弹从他耳边呼吸而过 紧接着 机翼被击中 发动机也失去动力 飞机一头栽下云霄 尽管他十分努力 却也无力回天 他看了眼仪表盘上女孩的照片 是该按下自爆的时候了 这架飞机绝不能落到苏联人手里 他刚下定决心 头顶的座舱玻璃却突然破碎 他被整个人甩出机舱 这种情况下 飞行员只能跳伞被俘 另一边 阿贝尔的最后庭审开始了 在众望所归的死刑面前 法官却是听从了多诺的建议 判了阿贝尔三十年的监禁 法庭沸腾了 人们大声叫骂 要求吊死阿贝尔 他们认为多诺就是阿贝尔的保护伞 因此多诺一家 完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有激进分子 半夜朝他家开枪 看着担惊受怕的家人 多诺的心理也不好过 很快 被俘的飞行员也迎来了审判 苏联显然是在回应 美利坚对阿贝尔的待遇 他们并没有直接判飞行员死刑 而是让他在监狱中服刑十年 眼看事情有转机 钟情局又找上多诺 他们要求多诺 以阿贝尔律师的身份 抢东德与苏联谈判 看看双方 有没有交换俘虏的可能性 因为俘虏在对方手里待得越久 他们脑子里的机密 就越容易泄露 这些人趁着夜色想翻越这面墙 却被士兵发现 他们毫无犹豫地举枪射击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墙 一个美国学生不小心进入东德 就因为随身携带相机 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 甚至还要被判以死刑 得到消息的多诺也赶到了东德 一推开门 迎来的不是苏联外交官 而是所谓阿贝尔的家人 但这些家人演技着虑 多诺知道 他们是想套出阿贝尔目前的情况 见被识破 苏联外交官也就不再躲仓 谈判中 多诺直言 自己要用阿贝尔 换取飞行员和那个学生 外交官却告诉他 学生在东德手里 东德是东德 苏联是苏联 他们没权利决定 多诺嫌爱不气雷 他用自己的语言艺术打动了对方 苏联外交官答应 将他的提议上报 回到西德后 多诺自作聪明的二换一举动 引起了随行中情局的不满 他们怕苏联因此拒绝交换人质 要求多诺放弃学生 只交换更有价值的飞行员 但多诺不同意 他认为每一个生命 都不应该被轻易放弃 在等待苏联回应的一天里 多诺也没闲着 他找到东德检察长 给对方撂下狠话 如果不能将学生一并释放 那美方会直接终止交易 到时候 你想想怎么跟苏联方面交代吧 这是一部险棋 在这样的敏感时期 一块小狮子 可能会见起巨大的水花 为了多拯救一个人 多诺豁出去了 一些人在小旅馆里 忐忑地等待苏联的回复 终于电话响起 他们居然同意了 清晨天还没亮 苏美两国带着他们的筹码 来到了格里尼克大桥 阿贝尔告诉多诺 如果自己被拥抱迎接 那么回国后会被视为英雄 而如果自己被直接带上后座 那回国后 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牢狱之灾 不管有没有背叛祖国 怀疑已经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 阿贝尔说 自己会坦然面对这一切 就在进行交换时 多诺却突然发现 那名学生迟迟没有出现 阿贝尔决定帮助自己的朋友 他告诉众人 学生不出现 自己可以在这里等 许久后 东多终于扛不住压力 释放了学生 而两人的交换也得以完成 多诺梦送着阿贝尔被带上后座 不由得为老朋友之后的处境 捏了一把汗 他笔直地站在那座孤冷的大桥上 像是在面对无声的战场 不久后 回国的多诺再次坐上电车 报纸上的他依然是头条 不同的是 人们这次看到的是他的英雄壮举 再也没人对他冷眼相待 多诺看向窗外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詹姆斯 多诺万 始终坚信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他成功地避免了战争 也挽救了三个生命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和历史阶段里 他是最渺小的伊丽莎 也是最伟大的伊道光 和他人家都值得被尊重地避免了 和他人家都值得被尊重地避免了